飘逸的一头红长发 以假乱真的造型 长相堪称如花姑娘 稳坐在游艇之上 时不时机械地张一下嘴 她就是成本高昂的间谍红毛大猩猩 此次她的任务就是潜伏到红毛大猩猩族群 记录下他们不为人知的一幕 仔细看她的眼睛 有一只里面是摄像头 刚被放下没有多久 一只调皮的猩猩就用树枝不断地挑逗她 看到这个自己的同类无动于衷 猩猩们的胆子大了起来 甚至有调皮的幼崽上去揪她的毛发 然后把毛发揉到自己脸上来戏耍 这只正在煞有借势锯木头的猩猩 他之所以这么认真的干活 时不时还用嘴舔试一下锯子 是因为他旁边有位不知疲倦的潜伏者 在做同样的动作 猩猩一边锯木头时不时还扭头 看一下竞争者 后面干脆面对面开始比赛起来 机器猩猩加快了速度 真的猩猩也不甘示弱 但三分钟的热度过后 真的猩猩干脆侧躺下 速度也慢了下来 最后对着锯子发呆 这只机器黑猩猩是幸运的 不但没有被玩坏 还有新记录下意料之外的画面 相对于性格温和的红毛大猩猩 非洲草原像的脾气就显得有点暴躁了 这只木头做成的摄像机 刚一出场就成了大象的玩物 你方唱吧我登场 最后更是像球一样被踢得尘土飞扬 第二个出场的是一只会移动的乌龟 穿梭于象腿之间 爱玩似乎是动物的天性 用长鼻子探索之后 又用力有千斤重的大脚踩了上去 还没有怎么用力 机器摄像乌龟就被踩破龟壳 第三位出场的是一只机器白鹿 做的是栩栩如生 最后虽然完成任务 但还是被调皮的大象送了一份大礼 壁滩烂泥呼到了脸上 虽然如此 但没有大的损坏 来到试验室 这里有机器白鹿 有机器鳄鱼 和机器鳄鱼在一起的是小鸵鸟 旁边内的两只黑眼的 是还在试验阶段的吐蕃鼠 拍摄尼罗厄是非常危险的 即使有这些机器鳄鱼的辅助 首先要趁鳄鱼休息的空档 把机器鳄鱼埋伏在他们的巢穴里 之后迅速离开 机器鳄鱼也信不辱命 和真的小鳄鱼一起被母鳄鱼 叼进嘴里 准备携带到水里避险 记录下这个冷血鳄鱼 作为母亲柔情的一面 小心翼翼地把孩子放进嘴里 一只也不漏下 最后更是把以假乱针的 机器鳄鱼也一并带走 巨大塑囊让小家伙 在嘴里有很大的活动空间 最后的结果就这两只成功潜伏 其余的都被鳄鱼暴力咬碎 一些没有彻底出壳的蛋 鳄鱼母亲会尝试用 牙齿轻轻咬破剩余的蛋壳 来帮助孩子出来 机器鳄鱼在这待遇的加持下 只能淡碎 相对于鳄鱼蛋的制作 仿真的成年鳄鱼制作难度 就比较难了 要考虑到防水和灵活性 一身智能设备要反复测试 成功之后才能加上鳄鱼的外衣 这一过程持续的时间会很长 最后还要下水去验证 有时候弄不好会沉下水 这一次是成功的 慢慢游向真实的鳄鱼身边 去记录最真实的画面